这辆轿车从大午方向北上 往台东市区方向行驶 原本都没有什么状况 还在跟朋友聊天 一瞬间 不知道什么透明状的物体 打在挡风玻璃上 车上两人待了几秒 开始讨论到底是什么东西 抵达台东之后检查车身 才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南回公路富山路段 正在进行挡土墙灌张工程 灌张车上的泥浆击中他的爱车 车主在脸书发文说 他吓得以为会当场丧命 投期回家 好在除了车身受损 和受到惊吓之外 没有其他伤害 据叫赖永诚 台马里相报道